日同客運出發前往台北的車次 發一班 少一班 因為業者不堪虧損 宣布1月31號將劃下據點 退出國道路線 最直接衝擊的救贖客運司機 大刀一揮 60人被裁員 透過媒體才知道 自己即將丟了工作 司機大哥無奈苦笑 這個年該怎麼過 原本想做到65歲 卻被迫提早退休 櫃台的售票人員 雖然不在裁車範圍 實在不知道 隔時輪到自己頭上 他早上有客人嗎 就很早 心情不是很好 當然啊 阿貝買了一張1月31號 開往台北的車次 要背上看兒子 這一張票根恐怕成為絕像 日同這回來真的裁員60人 年前拋出震撼消息 讓這一群客運司機 這個年相當難熬 記者亮文斌 韓志欣吳彭鑫 雲林報導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總握 每日時事 雨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的人 語音 詳細 応索 曲 詳細